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Brisbane 休假 今天要做什麼 要帶你們去一間電影院改造的古物商店 吃早餐 在這間咖啡後面呢 其實別有洞天 以前是一間電影院 現在改造成古物商店 你們看這櫃欸 這櫃我覺得軍事名一定會喜歡 你們看這個 它竟然是收音機 所以我很小很小只有印象 阿嬤都會拿到這個在旁邊 放著音樂 躺在那邊睡覺 太可愛了 太可愛了 歡迎光臨 你好 請問有預約嗎 你們看這件件子太酷了 這邊是一個男士理髮廳 你們過來看 後方這一邊是我們的等待區 欸這個是非常有年代感的欸 這些都不是做出來的 它是真的有經歷過那個年代 所以所呈現的這樣子的舊舊的感覺 這邊太酷了 而且這些一直都有在賣 這裡是真的有在幫人家剪頭髮 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日 只要帶現金無需預約 你就能享受這80年代的男士理髮 這個打扮器 這個好可愛 可以買回去做蛋糕 還有這個什麼東西 它是那個 打字機欸 它連說明書 原封不動的都有附給你 這個好有年代感喔 欸這個我會買欸 這個才50 還是是平直就50 它還可愛啊 它裡面都已經有一點泛黃泛黃 我覺得它的價值就是在這 謝謝製作單位 放了這個金馬獎給我 哇 幫我一個寶 一頭四 是 這邊真的好大喔 剛剛啊聽老闆娘說 這邊有70幾個dealers 那8年前呢 在烏龍嘎巴開業 是去年才遷移到Pan Pio的電影院喔 太棒了 我們逛完餐廳也準備好了 那在這間店呢 是採用澳洲當地的有機食材 那他們店家是直接跟當地的農夫採購的喔 現在不只在台灣很流行這種風格 連在澳洲也是喔 幫大家試吃完了呢 個人要推薦兩樣 第一個 就是他們的Scon 配上草莓醬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新鮮果汁 Marian Monroe 很想好喔 然後呢 看到這邊 大家有沒有很想要來挖寶了呢 Emma在這邊要提醒大家 因為這邊小東西很多 所以記得不要帶太大的包包來 你們想知道更多的資訊嗎 請持續follow Respin 休假 下次見 拜拜